哼哼 我就算是烂脸 我也不涂你这个臭膏药 当然好了 苦舒服了 在香取山 你不努力休息都可以 只要你长得花容月貌 山主还是会把你守为弟子 我听说 最近身上又来了一个女郎 又倾国倾城之容 她肯定也是按照山主喜好来办事的 之前还是什么离国的公主 叫什么来着 叫 我怎么一时想不起来了 公主 九云大人 我想起来了 那个女的叫玄珠 那个 师父 在换脸上山前 我还有最后一个心愿 如今举国上下都在冬姬燕燕 你们已经是剑拔弩张的敌人了 是他弯了你的眼睛 再也回不去了 你明白吗 一切都是因我父亲而及 他的父母兄长皆死于这场叛乱 他若再见到我 肯定会恨辱心碎 我不能怨他 可是你根本没有参与这场叛乱 你跟他一样毫不知情 你也是受害者 他凭什么把怨恨 报复在你的身上 他应该恨我 如果我早一点就知道 父亲在祭拜妖神 如果我早点就察觉到有意义 我如果早早地就把这一切告诉燕燕 我如果 你没有错 子澄 你还有我 不必了 我没这个性质 怎么了 小骗子 可怜巴巴的 小人 想的就是个杂役 犯不上九云大人挂念 难得见你可怜 来 这个给你 你要是喜欢 就自己留着吧 拿走拿走 不是您说要给我的吗 我那天忘记问你了 我看这镜子的文样 锐艳麒麟 记得没错的话 是属于大骊皇室的 想不到 小骗子 竟然是皇亲国妾 是谁 小子是灌在琼花海的侍女 他二的公子立马就离开 你是一名杂役 是 你过来 左公子倒是很念着舅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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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想离国吗 那大骊已经灭了 留着这个东西 还能提醒我点曾经的事情 那些不该忘记的 那些应该忘记的 你是离国人吧 媳妇 媳妇 二萌 你怎么来了 我跟你说 我可聪明了 回到屋之后 听说你被抓了 你知道 我爸谁叫来了吗 来 九云袋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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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